说起一带一路你会想到什么 多姿多彩的思路美景 还是热情好客的各国民族 一带一路可远不止这些 今天就让真酒刺猬阿伟 和蒲公英宝宝英妹 带我们一起翻开一带一路养生趣谈 英妹你知道吗 一带一路上除了美食 还有一种神奇的东西 它不仅是美食的缔造者 也是古代贸易的重要角色呢 它就是神奇的各种香料哦 真的吗 阿伟 听起来好神秘呀 那让我们赶快去见识一下 各国美食中的香料吧 真酒刺猎阿伟 拔刺成真 疗疾病 蒲公英宝宝英妹 红阳中英传文化 阿伟和英妹 带你走遍一带一路 一起长知识 香料植物的应用历史悠久 遍布世界各地 除了用于食品烹饪以外 其药用价值也常为人们所津津乐道 在抗氧化 乙菌 抗肿瘤 及调节消化和心血管系统等方面 均有重要作用 我们平时生活中 常用生姜 大蒜 葱 辣椒 花椒 八角 胡椒 冰香 高粱姜 肉豆蔻 茴香等 都是香料 这些香料除了为食物提味增现外 还有医疗功效哦 如生姜可以治疗风寒感冒 解鱼蟹之毒 花椒可以温中止痛 杀虫止痒 哇 原来有这么多种香料啊 英妹 你知道吗 辣椒这种香料 据说原产于中南美洲 明朝末年传入我国 最早 记载于高粘的尊生八肩中 具有温中散寒 下其相识的功效 对于胃寒气质 宛服胀痛 风湿等疾病 都有很好的治疗作用 是的呢 香料在南亚食品中的使用 也十分普遍 其中咖喱就广受欢迎 咖喱是以焦黄为主料 另加盐碎籽 桂皮 辣椒 白胡椒 小茴香 八角 孙燃等配置而成 其味辛辣带甜 具有一种特别的香气 常用来烹饪牛羊肉 鸡 鸭 螃蟹 土豆 花椰菜 汤羹等 现代医学研究表明 咖喱能促进胃酸分泌 振奋食欲 对于防癌 预防痴呆等 也有一定的作用呢 原来咖喱还有那么大学问呢 那从印度向西北走 就是伊朗了 在伊朗 藏红花被赠为国宝 有着作料皇后的美誉 据伊朗医药古籍记载 藏红花可治疗头疼 牙痛等疾病 有降压利尿 美容活血等功效 藏红花通过古代丝绸之路 传入我国后 其因可以活血化瘀 开育散结 常用于治疗 忧思欲结 妇女必经等疾病 是的 沿着一带一路向西 我们就到地中海了 在这里 月桂叶被古希腊和古罗马人 都视为圣物 它不仅是欧洲美食中 常用的调味料 和餐点装饰 还具有很高的药用价值 可以促进胆质分泌 调理生殖系统健康 桂叶精油 更是深受女性喜爱 具有抗真菌 安抚情绪 舒缓紧张之功效 说了这么多 大家一定对香料 有了更多的认识 不过香吸料虽好 但作为作料 并不是越多越好 如果放多了 就会掩盖食物本身的香味 反而喧宾多主了 大家在烹饪美食的时候 可要注意哦 今天阿伟和军妹 在一带一路上的探险 就到这里了啊 下一次我们又会发现 一带一路上 什么神奇的故事呢 我们下次再见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